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受课老师班温钊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摄影像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色彩与心理暗示其中的暖色系 那么在这节课呢,我们将学习中性色系 首先呢,我们打开illustrator 色彩与心理暗示中性色系 其中呢,包括这个六个颜色 黑色、灰色、白色、乳白色 还有这个米红色和褐色 在这呢,对这个中性色系呢,也做了一些说明 中性色系通常用作设计作品的背景色 中性色通常与这个色彩 亮色,通常与亮色混用 不过也可在设计中单独使用中 制作出老道的布局来 中性色的含义及其给人的影响 容易受周围暖色和冷色的影响 之前我们就有讲这个中性色系 它属于墙头草 两边倒 那么哪边的颜色呢,冷色的墙呢 或者是暖色的墙偏强呢 它就偏向于哪一方向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 它属于一个中立的 哪边墙 我就偏向于那边 跟随那边 是这样的一个色系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比较中意义的这个绿色 还有这个紫色 它们都属于这样的一个性质 单独使用的时候呢 我无法区分它是一个 属于一个纯粹的一个冷色还是一个暖色 只有说它在应用在一个环境中 看其他颜色的一些成分 然后才能判断出它属于冷色还是属于一个暖色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黑色 黑色是最强的中心色 往好的方向看 然后它通常与力量高压和严谨有关 从坏的方面看 它也与血恶死亡和黑暗有关 这个你不能说是好坏 这只是人 我们人对它颜色的一种 心理上的一种感觉 颜色呢 同样被我们长期的日常生活中 积累的这些经验所富有 它特有的一些特质 黑色呢 是许多西方国家的葬礼色 而在我们中国呢 白色是葬礼的一个颜色 在一些文化中呢 它与盼烂关系紧密 并且与万圣节和玄学有关 这也就证实了它 黑色呢 看上去很神秘 很神秘 黑色通常用于一些 用于一些比较前卫和高雅的设计作品中 它可以很保守 也可以很现代 也可以很传统 也可以不落俗套 它主要取决于和它搭配一些颜色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中性色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它的可塑性很强 如果我用一些 富有和它同样的一些感情色彩 一些颜色出现的时候 那么它表达的 就是 比如说严肃 严谨 那么我与这个黑色与蓝色的 进行一些搭配 那样去它会加重 一加一等于二 会看上去更严谨 更严肃 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白色呢 在光复上 黑色另一头就是白色 不过跟黑色一样 它能与任何颜色搭配的很不错 白色通常与纯洁干净 真操练一起来 在西方 白色通常出现在这个 婚纱 用作这个婚纱 或者是 婚宴上的这些一些装饰 而我们 现在受西方文化的一些影响 在这个婚礼上的时候 也会选择这种白色的婚纱 白色同时还与这个浪漫 有关系 那即使是这样 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婚姻里 红色 中国嘛 就是喜庆 大红色 过年你看 放这个鞭炮 鞭炮这个 包鞭炮的这个纸张上 都是红色 比较喜庆 看上去 这就是颜色带给我们的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和暗示 白色呢 也与上帝有关 天使就被认 认作为是穿白色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个穿白衣天使 白衣天使 小朋友的时候 小时候 同学们小时候可能知道 生病了 去医院 可能看到这个医生长得 也记不太清楚 长得都差不多 或者说 或者说印象也很模糊 当然都知道 他们有个统一 穿白大褂 一说这个穿白大褂的 来了 一不呼也不闹 就开始 就觉得很恐怖 这是小时候 对白色的 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么在这个 加装呢 设计中呢 也可以传达一些 简洁的一些理念 现在人们也有一个观念 就叫做这个 轻装修重装饰 那么有可能 你的这个户型 受户型的布局的一些影响 那么白色呢 我们在之前也 也有讲过 它本身属于一个 扩张的一个颜色 黑色呢 属于收缩的一个颜色 那白色 你大 设计时大面积的 用这个白色呢 第一可以增加 你这个空间感觉 空间 扩展你这个空间 第二呢 我们看上去 也确实很干净 很整洁 很简洁 喜欢这种设计风格的人呢 设计时也会针对于这点 然后对这个颜色呢 摆设呢 进行大面积的使用 同时在设计中 摆设可以表示冬天 或者是夏天 具体取决于 摆设周围的设计图案和颜色 那你太阳 都晃得你这么看眼 太刺眼了 你白光觉得太刺眼 那就是一种很热的感觉 晒在你是不是 这可以感觉是在夏天 蓝天白云 尤其是看到这个白云说 晴空万里的时候 是不是 嗯 然后那么你冬天呢 很下雪天 雪在肉眼上看上去是白色 是吧 白雪 嗯 和季节有关 代表了这两个颜色 那灰色呢 是一种中绿色 也是中绿色 通常在光谱冷色区的一端 有时候灰色被认为这个忧郁或者是压抑 嗯 看上这个颜色的时候 我们会联想到 嗯 早些年的没有这个彩色的电视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黑白的 尤其是看这种无声的艺术电影 你会有确实有感觉很压抑的一种感觉 当然它有这个压抑的心理暗示的同时呢 灰色也是比较时尚的一种色彩 通常被用在这个时尚杂志的封面 嗯 它因为是凸显出一些它独有的一些特质 所以呢 它也会被这一些杂志的摄影师经常去采用 然后跟它配色的颜色也可以是这个 嗯 金色 到后边我们讲这个海报的时候 然后也会 嗯 细致的给大家去讲解 同时呢 你看一款嗯 书籍 做这个书籍封面的时候 包装的时候 也会看到这个嗯 灰色的一些应用 因为银色嘛 银色 也是在它这个树枝粒 也是在它这个颜色里面 包含在这个灰色颜色里面 不同的这个蠢度 然后导致它这个嗯 也不一样 也会经常用到 一种很时尚的颜色 褐色呢 通常与大地树木和岩石传染的关系 它是彻头彻尾的自然色和暖色系的中绿色 因其坚定和朴质的 嗯 质朴的一些性质 褐色 也与信赖 与可靠联系在一起 它也可被视为齿钝无趣 嗯 确实上看上去 它没有黄色红色 嗯 以及这个嗯 橙色 这样有活力 跳跃 通常呢 那确实是大地上 大地呢 人踩上去就是很踏实 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岩石同样也具备这种特点 树木呢 尤其是生长了很多年 嗯 甚至上百年的这种古树 那么它的根部呢 越发的这种褐色 嗯 有一定的这个 嗯 年轮有一定的这种阅历的这种感觉 历经沧桑的这种感觉 很踏实 米黄色 在色谱上米黄色有点特殊 它既可以嗯 带有点暖色质 也可以带点冷色质 这取决于它附近的颜色 所有的中立色都有这样的特点 它带有褐色和暖色质和白色的冷色质 同时这个色彩看似很无趣 在大多情况下 嗯 米黄色是保守色 通常用作背景 嗯 也可以用来象征 嗯 虔诚 在这个设计中米黄色 嗯 通常用作背景 在以纸张材质做素材的背景中 这种色彩尤为常见 我们会看到这个壁纸贴壁纸的时候 家里装修贴壁纸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种嗯 基础装修嗯 会用这个大面积的米黄色 它既不像那个白色那么的嗯 亮 然后也不像这个嗯 黑色也不像这个黑色 看上去那么严肃 那么有力量感 看上去嗯 很柔和 很柔和 这种颜色看上去很柔和 然后你看上去呢 在家里呢 也会有一种嗯 很暖的感觉 这具体是根据你这个搭配 你像嗯 地中海风格的 那么就是以蓝色为主 那么波西米亚风格的嗯 会大面积的用这种米黄色 还有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个乳白色 这是颜色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影响 乳白色乳白色是和奶油色是机桥的颜色 也带有一种嗯 褐色的一种温暖 褐色的温暖 嗯 另外更多是混杂的 有点白色的一种冷意 这种颜色通常很安静 嗯 会幻想一种历史的质感 奶油色是镇定色 带有白色一点纯粹 也带有一点暖意 在设计中乳白色可以给网站 带来一种高雅又镇定的感觉 我们现在做网站的这些人呢 研究这些颜色呢 可能会比我们要专业 因为颜色 因为做网站我们都知道 除了这个布局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颜色了 布局呢 你看上去合理 看上去走向 那颜色呢 我们打开一个网线 你舒服舒服 第一步就是颜色 其次呢 我们才会追究它的一个布局 如果说你颜色掌握把握的到位 你布局安排的合理 那你这个网线 会有很多人愿意去浏览 包括我们现在做淘宝的店面装修的时候 做这个详情样 甚至说你这个手手样的时候呢 都会对这个颜色进行一个挑选 当然了 这就是要根据你卖的这款产品的一些特质 去进行设计 但无论怎样 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原则 就是颜色 它固有的一些标签吧 就可以说 比如说黑色代表着什么 红色代表着什么 这种的 你要适当的去遵循一下 它带给人们的心理这种的影响 暗示 这个也是我们学习这三点课 所要掌握的一些知识 你一定要去去遵循 你不要背离这种遵循 因为它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你要是在自己在突发气象 想用一些 怪异的颜色 去代表你的一些想法 那样的话很难达成共识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两个呢 基本也就是讲完了 然后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三张 就是杂志的封面 有一张海报 两张杂志的一个封面 我们会看到它大面积用这个黑白灰 带入这种黑白灰 时尚 然后搭配一些其他的颜色 那这张封面看上去呢 很高端很实战很大气 同样这样 这张海报也是 它用这种中性灰的这种颜色 然后突出了这个人物的一些特点 你要是纯黑呢 你可能也就是无法进行一个区分 它必须让它凸出凸显出来 这就是配色的一些选妙 也就是说我们正因为它有趣 我们才对它深入了解和学习 那么下节课呢 我将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标准色 其辅助色 这点课呢 就上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